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绵羊电影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是《蜜蜂与远雷》 改编自日本畅销小说,讲述一场国际钢琴大赛 邂逅四个不同性格背景的天才们 就像四重奏,他们惺惺相惜,从彼此身上探寻自我 每场竞赛都是成长与治愈 最终破茧而出,各自谱出人生的新乐章 很推荐大家看这部电影 你不必懂古典乐,却能勾起心底那个快遗忘的初心 接下来会有剧透,不想被雷倒的 可以先看完电影再来看这部影片哦 逃跑多年再次回归的天才少女,龙船雅夜 从外表到情义都追求完美的混血王子,马萨尔 纯粹着迷弹琴的养风少年,风尖尘 业余爱好者高岛迷石 他们在追梦路上相遇,顺利晋级到复赛 以下分别聊聊他们的音乐成长故事 借林参赛年龄上限,这已经是他最后一次的追梦机会了 一个平凡的业余爱好者,却勇于挑战天才竞争的最高殿堂 不是追逐名次殊荣,而是要将平民都能听得懂的古典乐带进殿堂 翻转古典乐是上流社会高不可攀的艺术 音乐对他而言,来自于和老婆儿子的相处点滴 一直都是快乐的存在 在傅塞指定曲《春与修罗》后面的即兴创作 他重复了诗词的经典剧《情娶与雪来》 看似临死妹妹向哥哥许下的最后愿望 其实是为了支开哥哥,不让哥哥为他的离世而难过 透过高岛的诠释,没有喘不过气的沉重 而是兄妹琴的温暖深刻 让在场的小雅又倒回和妈妈一起弹琴的美好时光 虽然琴艺不仅那些一生钻研音乐的天才 但她对音乐的诠释,在一首曲之间就能重温人们的过往幸福 短暂,却是永恒 最终因为实力悬殊,未能和其他三人一起进到决赛 对高岛而言,这是她音乐家人生的第一乐章 现在要开始自己的音乐 和小雅妈妈学情,是小马最快乐的童年时光 追上天才小雅是她练琴的最大动力 在其他教授多年栽培后 她的情意和外表都像是精雕细琢,毫无瑕疵的艺术品 从初赛,复赛,在众人的祝福中一路过关斩将 但复赛,她不顾教授叮嘱 擅自挑选超高技巧的跨八度即兴 受到教授指责 别把自己当乐坛大师或福曼 现在的评选标准是完美呈现,不是难度水平 仿佛订定她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赛场上的第一名 但她真正想要的是征服更高难度的曲目 并梦想普出让世界为之惊艳的新曲风 但这样的梦想却在决赛的协奏曲遭遇乱流 她独奏时惊艳全场,协奏却是她的致命伤 她总认为乐队无法达到她的水准 没有跟上她的脚步 直到赛前,小雅看出她的焦虑 陪着她一起合奏 两眼相视,有小雅在 就好像回到小时候快乐弹琴的时光 她可以卸下所有压力 做回小时候的爱哭鬼小马 她顺利的突破卡住的段落 这时,她领悟了 需要倾听别人的声音才能创造出真正感动人心的音乐 风尖诚是个穿着破烂的少年 在出赛表现被评审视为是灾难 但因为他是钢琴大师霍夫曼为这场比赛安排的试炼 不是试炼他,而是试炼整个乐坛因而被留下 他身在普通的养风人家买不起钢琴 只用霍夫曼送的木琴练习 外人看来木琴弹不出任何音调 对他来说,指尖上敲打的美妙音符和自然 共谱出完美的协奏曲 雷声是世界在冥想 他听得到别人都听不到的美妙音乐 即使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仍然会一直弹琴 不为别人只因为自己喜欢而弹 而参赛只是希望来找寻和他一样的人 他的音乐满腹生命力 深深振折小雅和小马 只因他对钢琴的那份纯粹的喜欢 就是自己小时候的初衷 在决赛协奏曲时 他根本没有和乐队排练 只是调动他们做的位置 让他们的声音更接近自然 最后的表现惊艳全场 他的价值透过协作被完整的体现出来 蜜蜂、雷鸣的壮阔 大自然的丰富乐音此起彼落 评审这时才发现 他是霍夫曼送来的礼物 天才少女小雅 从小在乐坛上剖腹名气 直到某次上场前 因为妈妈过世的关系 小小世界瞬间崩溃 他弹到一半直接离开舞台 从此消失乐坛 弹琴在他心中留下阴影 这次回归 是希望再给自己最后一次弹琴的机会 虽然琴艺高超 但他的琴音反映出他的迷惘和沉重压力 他已经被自己束缚住 评审认为 他只是另一个坠落的天才 对于复赛后段即兴准备 他毫无想法 直到他从高岛的演奏 唤起和妈妈弹琴的快乐记忆 找回弹琴的欲望 小马回忆起 童年的他随手一弹 就让他佩服崇拜 给了他直接上场的灵感 他想着妈妈随心而弹 一个音符都没捕获得晋级 决菜携奏曲 他挑选了童年逃跑未完成的曲目 排练时 当初逃跑的画面再次浮现 恐惧让他弹不下去 他理解到自己之所以喜欢弹琴 是因为和妈妈一起 妈妈离世 就再也没有弹琴的理由了 他打算放弃决赛 会场外一台钢琴矗立在外头 雨滴落在钢琴上滴答声响 他想起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发现自然的声音 妈妈想传达给他的是音乐源于自然的意义 他以一个顿悟蜕变的小雅重返会场 接续风间上场 良人只是一个眼神交汇 风间找到他要找的人了 小雅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 破茧而出 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比赛最终照着现行的评选标准 筛选出名次 但名次对于他们而言不再重要 四重奏结束 但他们华丽灿烂的独奏才正要开始 小雅因为母亲的离世 开始怀疑自己是喜欢钢琴 还是喜欢跟妈妈一起弹琴的感觉 面对曾经的自己 小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乐章 在人生的道路 多少都会留下过伤口 不去碰触她 便不会痛 过多的压抑 就像在乐谱上刻意填上的音符 流畅却没有灵魂 如果世界万物的声音是乐章的起源 每个属于自己乐章的音符 就应该是跳动的 随着心境而变 伤口无法抹平 却可以与之共存 限制住你的人通常是自己 好好的跟自己对话 找到属于自己的乐章吧 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请按下订阅喜欢加分享 就这样啰 拜拜